歡迎大家守著 今天四月十二號 星期二的活力加油站 我是詹文丁 讓我們繼續為大家 點亮生活每一面 你好 我是Pauline陳立信 那我們今天今天 要聊的這個主題 據說有一個傳聞 說吃這個生薑 可以幫助緩解冠病的症狀 對 到底為什麼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它是謠言還是真的有根據呢 那今天我們就會請來 中醫師好好的 跟我們唱堂這一塊了 馬上進進見大主題吧 越來越多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 為了能夠早日康復 許多民眾開始聽信 方間傳言 服用了各種偏方 去治療新冠病毒 就在早前 香港流傳 將番薯糖水 可以對抗新冠病毒 傳言指出 這個傳統療法 只需要用十多片的 將煮成的番薯糖水 就能夠舒緩發燒 發冷 嘔吐等等 冠病症狀 雖然將含有驅寒 治療感冒的作用 但是面對新冠病毒 真的能夠對症下藥嗎 這個傳統療法 究竟是否適合 每個確診患者服用呢 今天就隨著活力加油站 一起與專家求證 將番薯糖水 對於治療新冠病毒的效用吧 是我個人其實挺好奇的 這個說法 到底只是一個謠言 還是真的可以幫助 緩解冠病的症狀 因為我個人覺得 冠病我自己上個月 確診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 它將 並不會幫助緩解 而是會惡化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中醫博士吳宇瑞博士 來到現場呢 跟我們來聊一下 到底這一個說法 只是個謠言 還是真的適用於 所有的冠病確診者呢 對 我是你好 大家好 那這個我們今天要講的 這個薑糖水 那其實在原則上 它是不可以 然後其實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只是說 它是不可以治療冠病的吧 不是治療 對 是不可以治療冠病的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近期我們會發現到 我們得到冠病的這種病人 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症狀 都是一般都是熱症為主 就是有一些是發熱 發燒 或是說有一些燒風的 喉嚨痛為主 然後喉嚨痛 然後還有一些是帶有咳嗽 那這個咳嗽呢 它是有痰 是黃色的 那這些全部的症狀都顯示 它是熱症 熱的 但是這個熱症的話 基本上在我們中醫來講 基本上會用我們的 含量的藥物 比較一些比較去熱的這種藥物 來治療 緩解它的症狀 然後因為我們中醫常 對於這種 就叫對症下藥 基本上就是用於我們身體裡面的 寒熱虛實來辨證 所以你身體是寒的 我就用熱的藥來跟你平衡 你是熱的 我就用涼的藥給你平衡 所以中醫對於這種病人的症狀 都是量身為他定做一副 現在他症狀的問題 來解決他現在的症狀 了解 OK 那吳博士 其實我們現在來看的話 因為剛才吳博士有提到 就是看要依據自己的體質 就是寒熱虛實 來去很好的去辨證 那如果說現在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 是四季常夏的國家 那如果說現在我的 可能我在一些比較寒冬的國家 對 又或者我的身體的體質 是比較虛寒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生薑是不是真的就可以緩解到 這個症狀呢 接著要看這個病人的一個症狀 是不是符合你剛剛你講的 所以他是有一點寒癢的一些問題 他身體是不是有寒症很多的 這個症狀在那邊 如果是有的話 那就可以用一點生薑來做一個驅寒 或是用生薑來治療這種 風寒感冒的一個症狀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又提到就是說 用這個蕃薯糖水來治療這種 新冠病毒這個問題對不對 然後基本上我們都 這種病人都會有痰的現象對不對 然後這個糖水它基本上 甜的東西它就只有痰 對 就會生痰 那這個就矛盾了對不對 是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 沒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有些得到新冠的人 他就會有一些拉肚子 肚瀉的現象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這個蕃薯 它又是比較高纖維質的東西 所以又會造成我們腸胃的負擔 所以就更沒有這樣的說法了 了解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 就是說要用這個來治病 是要對症下藥才是可以的 不要網路講究就去盲目跟從 就是不對的啦 造成身體更大的負擔 那因為我們現在 有聽到這個謠言嘛 那這個是純粹是謠言 還是可能這個人 他的症狀剛好也是有一些比較 符合 對 剛好符合到 是 這個有可能就是說 他可能他處在於的 住在的國家是寒帶的國家 冬天的地方 然後剛好他又會感到一點風寒 那又感到一個冠狀病毒的感染 所以剛好他就可能有一些 受寒的情況 所以他剛好喝了這個 這個薑湯之後 薑糖水之後 他就可能發汗了之後 就舒服一點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只要有受寒的情況 有寒症的情況 比如說有一些像一個發燒 一點點發燒或是怕冷 或是咳嗽 流鼻水 流鼻水是流那種透明的 然後我們看他的舌頭是舌淡胎白 然後喉嚨沒有痛的 然後沒有發汗的 這些病人就可以符合 受寒的 受寒的 就是全部都是寒症的 就可以用一點薑的這種 吳博士我想問一下 我剛剛看到這個頭痛 還有身體痛 它也是受寒的症狀之一嗎 對 有時候寒氣入到頭 或是我們下雨 吹風 或是那個雨淋到身體 就會導致這樣的一個 身體酸痛嗎 對 受寒了 頭就受寒了 身體也受寒 所以就會產生身體疼痛 頭痛等等的症狀 所以這個東西 它就可以把它這個驅寒 寒氣一出 它身體就舒服了 對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 就是這個受寒的症狀 其中一個就是 會有這個輕微的發熱 我們不是說發熱 可能就是你體內熱 所以它要散才會發熱 那為什麼受寒的情況 它也會有一些發熱的情況 這個寒的情況就是說 因為它寒煮收飲 所以它會把我們的毛孔收起來了 然後我們邪症相徵的時候 就是我們邪氣跟正氣 在打架的時候 它會引起到熱的現象 發熱的現象 發燒的現象出來 所以適當的給它開毛孔發汗 這是可以降溫的 好 所以只要說有一些 有發燒的情況有沒有 然後他們就會 煮一點薑湯來喝一喝 發汗了就好了 這個是因為它受到寒了 然後有些時候用生薑來治療 就是說有些我們腸胃啊 就會不舒服啊什麼 因為就是你吃了太多 寒涼的東西進去了 對 不舒服就會寒 腸胃比較虛寒 所以用生薑 這種溫熱的效果 它就也會 改善我們脾胃的功能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在夏天 或是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我們的食物就比較容易腐敗 它就造成一些細菌的一些滋生 所以我們這個生薑就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這個腸胃 避免細菌的感染 對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它可以抑制 腫瘤的作用 因為它的薑黃素 薑黃素它可以抗氧化 那所以它這個對於這種抑制 腫瘤清除自由劑的功能滿強的 然後它我們剛剛講的 它發汗了之後 也有降溫的功能 降溫的功能 所以它精神就會好 不然中暑的時候就會昏昏沉沉 對不對 就頭很重 對 頭重重昏昏的嘛 所以降溫了之後就會更好一點 那另外有些就是說 他們在長途要去旅遊啊什麼 暈車 這我有聽過 對 暈車他們就會含個薑 或是吃一點薑片下去 它可以抒藕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那也有用生薑片來貼在我們的 那個內關穴這邊也有 對 貼在內關穴是因為這裡 煮我們整個脈搏嗎 就是說讓我們的那個脈搏 整個心的那個動脈 然後可以促進血液的一個 對 正常運作這樣子 這個找知識了 原來這樣還可以防暈車 對 還有這個 還可以減少動脈的硬化 對 動脈硬化就是因為 我們的生薑素裡面 它我們的生薑裡面 它有一些元素 它是幫助我們可以 避免這個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的一個 這個形成 那所以我們的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的動脈就比較不容易硬化 對 所以可見得其實這個薑 對於我們人體來說 還是非常有這個很大的功效 適當的使用 真的可以幫助 可是基本上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 天氣都比較偏熱吧 我們都四季常夏 那我們基本上來說是適合吃薑嗎 適合吃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在馬來西亞 所以吃熱對不對 但是我們人都貪涼 喜歡吃冰 什麼火冰 別冰什麼冰 對 很多 然後進去就是冷氣 風扇一直吹 所以導致我們身體 也都比較受寒 受寒的 對 所以我們適當地吃一點薑 或是曬曬太陽 這些溫熱的效果 會對我們身體造成更好的幫助 有幫助 那很多人可能對於薑的味道 因為它偏辣 會比較難 就是直接入口 所以會搭配紅薯 或者是甜薯 來當成這個糖水 對 甜品這樣子 對 那這個紅薯的作用 它其實具體來說 對我們身體 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好處呢 紅薯呢 因為它是有很多的這個纖維質 所以它可以預防我們的腸癌 這個是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通便的功能比較好 因為纖維可以出進腸乳 所以它通便的效果很好 那另外就是說 紅薯它有一個效果是說 它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糖 避免變成脂肪 這是它其中一個功效 好 然後另外紅薯呢 也有就是說抗衰老的作用 因為它有一些是抗自由基 所以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它就避免我們比較衰老 這樣的情況 那個剛才有提到 就是這個紅薯 可以幫助我們裡頭的那個糖分 不容易囤積成變成脂肪 是因為它的那個 GI值 是屬於低的嗎 對 對 對 是這個的 對 OK 了解 所以它是可以讓我們很快吸收 然後轉化成能量 然後來去釋放掉的 是 釋放掉 但是很多人就很擔心 吃番薯的原因就是 好像吃了會很不好意思 因為一直排氣 一直排氣 對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因為 因為番薯的這個 它的一個效果就是 它會容易產生那種氣體 就是在腸胃裡面會產氣 所以適當的排氣也是好的 好的 也是一種排毒嗎 對 因為你從上面出來的 這種耳氣那個就不好 那往下去是OK的 對 好 這個剛剛我們已經提到了 其實長期來吃這個薑 對我們人體是非常有益的 那長期這樣子去服用這個生薑 具體來說 它其實達到養生的效果嗎 是可以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這個生薑 它有溫暖身體的效果嗎 所以基本上 現在有很多的女孩子 她們的這個月經不調 或是容易來痛經 月經來的時候 就是容易有血塊等等 就可以 我就建議就是說 它可以用生薑 然後加黑糖 來做泡 泡沖泡來喝 對 然後堅持一段時間 它的這種痛經的情況就會 結到大環節 對 大環節 我記得在台灣那時候 還滿常喝姜母茶的 對 台灣就有這個東西 是 可是可以每一天嗎 因為據我所知 好像我媽媽 她之前就是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就每一天都會包薑水 然後可是可以這樣子 每一天都在喝嗎 會不會可能長期的話 就熱氣了 對 會擔心 當然是會的 因為我們人就有一個 就是說 當我們人體需要的時候 我們才去喝就好了 然後如果說不需要 你一直喝 拼拼拼喝 你喝太大量了 就造成反效果 就變燥熱了 就身體熱氣了 對 所以還是堅持一段時間 可能就要緩一緩 吃吃停停 對 會一直這樣 隔三差五次喝一下就好了 不用 但是如果真的要看到 那個效果的話 那可能就要持續喝 一個月左右了 女性會比較明顯 對 女性 好 那還有就是除了 可能泡成這一個茶水 這樣子喝 配菜或者是入我們的 這個料理一般上是 也可以達到養生的功效嗎 是的 就是說它一般的話 我們如果說煮菜 或是說用海鮮類的東西多 我們就可以配一點這個生薑 下去緩和 因為它這個是含氧的食品 那我們就用點薑下去混淌 然後如果說你要在外用的話 就是他們也是拿來用在於 我們的這個皮膚上面 對 就是說因為我們切薑 或是說這個去弄成那個薑水 然後薑水的話就我們加一點蜂蜜 然後可以去敷面膜嗎 不是 塗一下臉 洗一下臉 它可以避免我們的黑斑的形成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它抗氧化的作用 抗氧化的作用 抗氧化避免自由基的 對 增生這樣子 對 因為那個薑蠟素 是有這樣的功能的 OK 可是不會刺激到皮膚嗎 會造成敏感還是 因為我們對水不會很濃 了解 所以不是薑本身 而是它的水 對 就是薑水 就是熬出來的那個水 再加蜂蜜 對 再加蜂蜜 蜂蜜也有滋潤的作用 就可以抗這個老年般了 然後就浸泡個大概十分鐘左右 又再把它洗掉 對 就洗一下 洗臉一下這樣 好 看來 吃了薑就可以真的溫暖 然後我們拿薑來洗臉 還可以美容 真的 非常多的方法 我們等一下回來 還會再繼續聊 那要怎麼去正確地吃薑 還有選擇薑 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身體受寒的 有什麼驅寒的方法 驅寒的方法 生姜水泡腳 從古至今 泡腳是一種既省錢 又有效的驅寒養生方式 人的足底有64個反射區 分別對應著人體的五臟六腑 正確泡腳可達到好的養生效果 在吃完晚飯 約半小時後泡腳最為適宜 泡腳水的溫度 應控制在38至43度左右 不建議超過45度 泡腳水的高度 需覆蓋至小腿處 泡腳水除了簡單取製自來水 最常見的方式 就是添加煮過的生姜水一起泡腳 不僅能夠治療感冒風濕 緩解手腳冰涼 還具有改善睡眠和延緩衰老等功能 暖胃食療進補 溫性食物有強生益氣和滋補腸胃的作用 想養胃的可以多吃溫性食物 如牛肉 瘦肉 魚肉 龍眼 荔枝 石流 大豆和牛奶等 建議可選擇百合配雞蛋的食療方式 因為百合有滋陰潤燥 清新安神的功效 可清潭水 補虛損 而蛋黃則能除煩熱 補陰血 二者 加糖調理效果更佳 具有補氣止咳功效 按摩驅寒穴位 按摩穴位可以有效地幫助驅寒 人體內有兩個寒穴位 分別是勇拳穴和勞工穴 勇拳穴位於腳底心 是腎經經脉的第一穴 平時可用手掌快速揉搓該穴位 直到腳底心發熱為止 可有效改善四肢的血液循環 勞工穴則位於手掌心 可以一手握拳揉搓另一手該穴位 直到手心微微發熱 然後兩手交替 這樣不僅可以改善手腳冰涼症狀 還可以達到降低血壓的作用 不好看啦 我們每趟都回家 那會肯定要發揮 都回家等越來越早 入口的利剤 已經按摩 肯定要可愛 還有什麼 Guardian 它的完全系統 好像種類也繁多的 有嫩漿 有老漿 而且在我們馬來西亞 很著名的文冬漿 就煎辣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選擇 是不是越辣越好 還是漿就是老的辣呢 來 是 基本上漿是老的辣 所以越老的漿 它的這個漿辣素是更辣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用一般 就是用看你自己喜歡的這種辣度 如果說你喜歡用辣一點 你就用老漿 那你一般的話 就是我們在做菜還是什麼 都一般用生薑 那生薑的話它就 它的這個做菜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是連皮 都會一起下去煮的 因為我們的皮 它是在這個藥性來講 它是屬於新涼的 它是屬於涼的 很特別 然後我們的薑它是熱的 溫熱的 所以它兩個 如果說把它一起煮的話 它就不會燥熱的效果 很強 所以就在一般的話 我們在烹煮的時候 都是連皮一起下去 對 除非這個人 他的寒症特別的強 或是說他的這個 對 特別嚴重 或是說他的皮胃比較寒冷的 那我們就把它去皮 就只留下那種薑肉去熬煮來喝 所以是可以問一下嘛 皮胃比較虛或比較寒冷的人 他們一般上會有什麼樣的症狀呢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說 他會藕症這些東西 然後比較容易有風 然後他 胃脹氣 對 但是他的消化會比較差一點 然後他的這個 上廁所就會比較稀 水比較多 對 好 這一些可能就可以建議去皮 然後去煮這個薑水或者是薑糖水了 是 了解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來看 如果是番薯的種類又這麼多 對 真的 有一些紫薯啦 紅薯啦 那這個選擇又要怎麼搭配 有沒有說這個薑要特別搭配哪一些 可能來的效果會更加的好 沒有 其實番薯的種類 它有代表的功能又不一樣 它的效果也不一樣的 比如說這裡的紅薯跟我們的 一般的常講的地瓜 它的那種纖維質是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 所以它就容易比較 容易飽足感之類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紫薯 它的這個 抗氧化應該很高 對 化氧素比較高 所以抗氧化就比較高 抗自由基的效果就更好 所以它抗衰老各方面就 這一方面就更好 那白薯的話 它因為它澱粉類比較高 所以它吃的容易就耐飽 所以弄一耐飽 所以它的這個這個 飽足性就會比較高 所以各式各樣的這種種類 它有不同的功能 對 功效 那我可以同一時間 就是我的薑 跟所有的白薯 紫薯 跟這個紅薯同時煮嗎 可以啊 這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食物啊 食物啊 無所謂 都可以 就不會有那種什麼 薑蔥相克的那種情況 基本上這個我們的番薯 就還沒有做會有一些 因為它比較平性嘛 所以它就沒有說比較燥熱 或是說比較寒冷啊 這個東西 對 了解 OK 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 就是看了這一期節目之後 就會在家裡自己煮 薑番薯糖水啦 這個薑番薯糖水的攝取量 有沒有說可以每一天喝 還是建議一個星期 我們喝個幾次就好了 基本上我們會建議就是一個禮拜 喝個一兩次就好 然後如果你真的是要喝的話 也是早晚 就是說傍晚的時候 就是說太陽還沒下山之前 就早晚個個一小晚就好了 因為畢竟它也是糖嘛 它也是糖攝取過多 也是對人體會造成很大 比較大負擔嘛 是吧 了解 那剛才吳博士有提到 就是說太陽下山之前 是 那為什麼要特別針對 太陽下山之前呢 因為我好像有聽到一些謠言 就是說人家說晚上吃這個薑 等同於吃劈霜 真的 如果晚上吃薑的話 真的會有產生毒性嗎 其實是沒有啦 因為劈霜是真的是 真的是很毒的東西 所以吃下去就等於就是說 中毒了 中毒死亡對不對 生命危險 但是我們吃薑 它的意思是說 因為薑它是屬於溫熱的食物 它是 就是我們白天 也是屬於溫 屬於熱 屬於羊 所以你晚上的時候 它已經要入陰了 你再去吃陽性的東西 溫熱的食品 它就會造成你的這個睡眠 影響到睡眠 所以你長期下來 你睡眠不好 當然就會影響到健康 生命的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盡量就是說 盡量是咀嚼於白天 去吃這個薑 會對你身體會更好一些 原來如此 因為補陽氣嘛 OK 因為你吃薑了之後 整個身體的那個氣穴 就會運行得很好 血液循環好 然後你精神就來了 你就失眠睡不著 或是熱血 是 就不建議在晚上吃了 是白天的時候 吃會對身體比較好 那有沒有哪一些人群 我們是覺得說 這一部分的人 更適合吃薑 那應該要多吃 性寒的嗎 對 因為 他的身體比較體質 屬於偏涼的 比較寒的 怕冷的 手腳冰冷的這些人 或是胃寒的 或是你已經有一些 感到風寒感冒的 這些等等的這些人 都可以吃 好 那有沒有說 吃也要可能 也是可能一個星期吃 大概兩次就好 也不可以太多 對啊 就是基本上 因為你常吃的話 你可能就會造成熱氣 身體會發熱等等 所以我們在建議的時候 就是說有一些人群 它就是說比較陰虛火 我們陰陽本來是平衡的 但是陰下去的時候 它有些人 它就變成虛火 這種虛火的人 也不可以吃這個薑 或是你有這個乾火 這個乾鹽 因為乾發炎的情況 它是什麼 它是熱啊 所以你在吃溫熱的東西 燥熱的東西 它可能會造成它的惡化 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們薑裡面的薑 就是薑辣素 會造成肝炎的一個 冰發症 就是說更嚴重 對 所以有一些 比如說像他身體 比較內熱的 這也是不建議 它本身就熱了 你還在火上加油下去 就更糟糕了 對不對 了解 我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市面上 其實挺多 除了我們說的生薑 還有一些薑粉 薑黃粉 其實這一些的功效 跟生薑一樣嗎 它其實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薑是薑 薑黃是薑黃 薑黃就是像我們煮咖哩 那種黃色的那種東西 那東西那種偏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它的效果來講 它是屬於比較 可以消炎的 一個是發炎的 是 這個是會導致更發炎 對 所以兩個是 不一樣的功效 功效的 對 那如果是我 我就是可能比較懶惰啦 不想要那個薑來煮啊 這樣子還是什麼情況 可能我直接買現成的那一種 現成品薑粉還是什麼 或者是可能市場上 有一些薑醋啊 那它的功效還是一樣嗎 是的 因為經過薑 經過泡製過後 它的那個性還是在的 OK 它的療效還是有在裡面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變成 只是把它變成粉啊 我們每天喝一小湯匙啊 或是拿來泡水啊 茶都可以的 或是已經有人家做成 酵素什麼的 醋啊等等 這些都是已經泡製過 所以它的那個薑的那種效果 它的這個能量都還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樣喝 還是有起到一個 保養養生的作用的 好 那最後就是請醫師來提一下 如果說 我還是希望說 可以偏天然一點 自然一點的話 我就不需要這些薑粉 我直接選薑來吃的話 在這個選擇薑的時候 或有什麼注意事項呢 對 薑的話我們就盡量 我們要選擇 就是不要有爛的 一爛了之後 它裡面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黃樟樹 樟樹的樟 一個木頭在 那個硬張的樟 那個黃樟樹 那個樟樹就 黃樟樹的話 那個就是有毒性的 OK 所以爛薑 它雖然爛了 切掉 對 你就不要了 我覺得是 整個就快不要 對 我覺得比較好 安全一點 好 所以就避免這個爛薑 就我們真的不要 然後他也就是說 我們就盡量避免 不要吃太多了 過多會造成身體的 一個熱向 那你真了解 好像吳博師 好像我們在吃日本餐有沒有 可能會搭配一些那種 薑片的那種 可能他們已經是製成品 就是酸酸的 然後又是辣辣的 那種的功效呢 會不會也大大堅定 他以炮製過的 他因為他也是給你 就一點點而已嘛 所以那個只是 我們可能開胃菜 是什麼等等 就是說因為辛辣的東西 那它可以吃進我們的食物 那個什麼 食慾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吃多一點 所以其實它沒有那個 會燙食機 不會 它是一點點 OK 那如果我空腹吃薑 是可以的嗎 合適嗎 空腹吃薑的話 除非你沒有潰瘍 你的胃是OK的 健康的 你是好的 健康的 如果你胃潰瘍了 你已經發炎 已經有破皮了 就不行嗎 你再吃下去就刺激了 就不行 然後因為你一般潰瘍 會發炎 這些都已經是有炎症 又已經就是有熱向了 對 你頭很多火了 對 你再吃下去它就 火上加油 對 火上加油的話 就會更刺激了 這個就不建議 好 那我們照這樣的理解 來看的話 這樣其實就是一個熱氣 比較偏熱的食物 有沒有哪一些食材 是不建議搭配一起食用的 有啊 就是你看 因為它已經是熱的東西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要搭配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海鮮 去搭配兩個東西 海鮮類 中和這樣子 對 而且可以去腥味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就 不宜搭配的食物 就是火熱的東西 比如說羊肉 馬肉 或是酒 或是韭菜 韭菜 韭菜是熱的 對 溫熱的 所以這些性比較溫熱的食物 我們就盡量不要跟它 姜一起搭配 就是太熱了 所以造成你如果吃進去 身體就會更熱了 對 更燥熱了 有沒有說這個烹煮 姜的料理或者是生姜 它有一定的實現 那你煮的過長 它可能就失去了 這個營養效 功效 或者是它可能會轉換成一些 不好的一些營養素呢 對 基本上是不會啦 就是說因為我們 只是煮15到20分鐘就可以了 那如果煮過久 它就是會更辣 就把那個辣提出來而已 對 基本不會失去 它的那種效果 那如果說可能有一些比較 好像我來比較懶惰的 我可以一次過包那個薑水 然後可以可能是留著 然後明天再喝 或者後天再喝 可以這樣子嗎 會不會影響到 會對我們身體有一些影響 但是這個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你包好了 你就是把它密封好好 然後放在冰櫥裡面 應該可以一兩天 一兩天裡面吃完它 是OK的 好 只要它沒有壞就可以了 是的 了解 可以 好的 那我們跟吳博士 聊了非常非常多 那也來看一下待會兒 會有什麼生姜的種類 先不要走開 因為待會兒吳博士 會來教我們做這一道 這女性養生的紅糖老薑番薯糖水 生姜的種類 沙姜 沙姜也叫三奈 外皮淺褐色或黃褐色 香氣特異 味道辛辣 主要產於中國南部 廣西 雲南 廣東 還有台灣等地區 沙姜在粤菜中使用的較多 主要用於燒 滷 微烤等 動物性的菜養裡 此外 沙姜更是常見的中藥材之一 可煎湯 做成丸劑 還可以研磨沉沒 內服可輔助心腹冷痛 外用可輔助牙痛 幫助增強體質 使人體更健康 南姜 南姜又稱為蘆葦漿 是風靡全球的著名汉藥 我們常用的藥油 如二天油 驅峰油 清涼油 萬斤油等的主要原料 是蘆葦漿素 而這種蘆葦漿素 就是提取自中藥材蘆葦漿 也就是南姜 南姜味心 性溫 可溫味散寒 消失止痛 除了可藥用之外 還可大量用作食材的調味料 香料等等 特別在於東南亞的料理當中 因為原產於印度東南亞一帶 嫩漿 嫩漿外皮光滑 呈淺黃色 顏色較白 生長期約四個月 是採收時間最早的薑 因此又被稱作為生薑 嫩漿性溫 口感較脆 辣味較低 具有開胃植藕 發汗截表的功效 此外 嫩漿內含有薑辣素 對人體能達到排除濕氣 消除浮腫 消耗熱量 提高基礎代謝等功能 適合體質較糟熱的人使用 歡迎繼續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在我身旁呢 我們依然有吳宇瑞博士 來教我們做這一道 就是女性可以養生的生薑番薯糖水 對吧 是 吳博士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所要準備的材料有哪些好了 就是我們的主角 對 就我們的生薑嘛 然後我們有準備了 就是一小塊的生薑 如果說你要吃辣一點 你就多一點嘛 放多一點 然後但是我們這個要去皮 因為我們主要是它的這個功效 我們是要它的溫熱效果 好 因為現在我們會發現到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女性 對 她們都喜歡比較 喜歡喝冷的食物 對 吃冰啊 或是說喝涼水啊 是 或是喜歡吹冷氣等等的 是 所以造成身體就比較虛寒一點 好 所以虛寒一點 我們就要用一些溫熱的食物下去 把它中和 中和下去 所以它就會 就是說它月事來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利一點 就不會有結塊啊 或是說比較疼痛啊 等等之類的嘛 好 所以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個生薑 好 再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番薯 對 番薯 就是我們一般的紅薯啦 我們今天是買了紅薯 它煮出來是黃黃的 好 然後這個有纖維紙嘛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桂圓 那桂圓的話就是我們的 有液氣 然後補血的作用 所以它對於這種月事來的時候 我們就吃一點這個 可以幫助我們補一些鐵質啊 幫我們補血啊 有些缺鐵性的貧血 就可以用這個東西 好 然後紅糖的話就是補中液氣 然後那個緩中 然後健脾味 也有一些補血的作用 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黃糖 不是 黑糖 黑糖就是我們蔗糖 對 一第一批做出來就是這個 所以它含有很多的這個 礦物質嗎 礦物質 礦物質 還有鐵齒很多 所以對人體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買那種現成一塊一塊的 OK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它只是把它壓成塊而已 那這個是我把它就是粉的 好 那個枸杞啊 紅棗這個我們常見的嘛 這個枸杞就是我們的這個 可以補乾腎啊 冥霧啊 或是補氣啊 等等 好 然後我們這個是羊血 羊血的 羊氣 補中液氣的 是 對 所以這些材料的話 就對我們那個女性的話 真的 就造成一個 很好的一個效果 就是可以溫氧 可以溫暖我們的這個子宮 然後可以補一些氣血 是 對 好 那做法呢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挺簡單的 我覺得這一個是 就是平常不烹飲的女性 應該都可以自己在家準備 對吧 而且女孩子很喜歡喝糖水嘛 對 甜甜的 所以今天的這個糖水就 就全部都是甜的 都是甜的 都是甜的 是 都是甘甜的 對 所以所有的材料一次過 把它丟進去一起烹煮就可以了嗎 醫師 對 我們有說先要那個蕃薯要先煮 讓它軟化還是怎麼樣嗎 沒有 沒有 都可以一起煮 對 好 我想問一下醫師喔 因為剛剛醫師有說到 其實這一個料理啊 對於來月市的女性就非常適合 那她是要在來這月市的時候喝 或者是來完之後喝呢 可以 都可以的 都可以喔 對 對 都可以的 好 有沒有說 我們不建議一天喝太多 因為畢竟它是甜的 可能會導致過胖還是怎麼樣 太甜 因為這個東西 它的這個甜味 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甜 所以基本上喝個兩三碗 小碗這樣都OK的 對 是 好 沒問題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丟進去大概要烹煮多長時間 烹煮到這個熟了之後 再滾個十分鐘就可以了 嗯 假設說我這一個小朋友 她是 或者是女性啊 她是比較不喜歡吃辣的 那我薑片可不可以就減量 放少一些些 對 對 這個薑片啊 或是番薯啊 什麼這些東西就是 都可以 個人的意向 對 對 它是糖 你可以你要甜一點 你就多放一點 那沒有的話你就少放一點 都可以的 對 對 對 我們這一道料理啊 是只適合女性還是說 其實男性也OK 男性也是OK啊 對啊 如果說你有貧血的現象 就可以了 是 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就是清洗乾淨色的材料之後呢 讓它去燜煮個 對 還有一個忘記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這個番薯啊 切塊完之後 要泡水清洗 清洗它會有一層那個白白的 白白的東西出來 那個就是我們的番薯粉 這個要注意一下 對 這個東西提醒大家一下 所以一定要清洗喔 對 清洗之後才把它去煮 對 因為那個是澱粉類的 紫薯啊 或者是地瓜等等 都是同樣的步驟嘛 對 就是要先把它清洗一輪 把這個番薯的粉 洗掉 對 給它洗掉 對 給它洗掉 然後它那個吃了會怎麼樣嗎 是不會怎麼樣啊 是不會怎麼樣啊 是不會怎麼樣 就是說 汤沒有那麼清啊 沒有那麼混濁 對 混濁 對 好 這道料理真的我覺得是 像我這麼手殘的人 應該都可以自己準備 你只需要切了材料 清洗乾淨的丟進去 把它煮熟 就可以變成一碗非常又養生 又可口的糖水了 如果說我們正在看著電視的朋友們 又想要在家裡自己準備 這一道料理的話 一起來重溫一下 今天的這一道料理食譜 очкиnava люди就為了 兩個人 粉紅 인덕蝶蝶子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會 你不肯 就找到 理想 這是 全部 凍暴 煞 不肯 這個 給大家 你不肯 我去 好 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制成之后的这个成品 就真的是非常丰富 又有枸杞 又有番薯 真的是我觉得把它当成糖水 好像有点多 已经几乎可以是主食了 是 它这量已经足够了 对 份量很足了 最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博士 那如果说一般女性 在来越试的时候 身体是比较寒凉的 除了这一道番薯生姜的糖水之外 还可以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或者是摄取什么样的食材 来补身体的这个驱寒呢 基本上我们就会 因为女孩子来越试的时候 她会比较血会比较不足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 就是说建议啦 他们可以弄一点八真汤 对 八真汤 然后你去药材店拿八真汤 然后煮一点鸡汤 或是当场要上白骨 都可以的 都可以吗 对 全家还是可以喝 是 只是男生喝少一点 女生要喝多一点就可以了 对 因为这个东西 对我们的气血的帮助 都有补气补血的作用 对 那我有听过八真汤 是需要在来完院试之后才来喝 有这样的说法吗 还是其实来完院试之后 对 因为来越是来完了 就是身体会比较血 虚一些 气比较不足 血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在八真之后 补气补血 所以这一喝进去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开始又 开始把这个血补回来了 对 气又补回来了 了解 那这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家里 好好的继续养生了 除了这一些料理之外 也可以多进行进补 来达到这个健康的身体 好 非常谢谢吴宇瑞博士 今天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这一道 非常容易做的料理了 我们等一下呢 还会有钟子来教我们 这个姜片 到底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 生活小妙处 千万不要走 好 待会儿见 来到了今天最后一节 我们的安心生活房 我们就请来了 食品科学家钟晓 来教我们一些姜片的小妙招 钟晓好 是 阿姐好 大家好 OK 那姜片 我们都知道对我们健康很好 然后又有这个美容养颜的 这个效果 那可是它还有其他的妙招 就是生活中 我们都可以自己DIY的吗 对 那其实今天呢 就教大家一款 就是可以帮助到 就是健康的 比如说当你就是面对小感冒 或者是有一点流鼻涕 鼻塞这样子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利用姜片 还有搭配我们现在 看到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葱白 葱白 还有我们的新鲜的薄荷叶 那这可以帮助怎么样的 缓解症状吗 对 就可以 缓解我们那个鼻塞的那个症状 或者是你有面对一些头痛 轻微的发烧都OK的 真的喔 OK 那怎么样来做呢 或者是怎么样来使用 来 那首先就很简单 就是我们先把就是那个 这个姜片还有我们的葱白 就是配合500毫升的水 OK 然后用锅子 然后以 把它煮开 对 用温火 温火 把它煮开 OK 不要大火 不要焦火 对 煮大概10分钟左右 10分钟左右 OK 那你煮开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那个味道 已经香气已经散发了之后 对 我们就可以呢 再把我们的这个 薄荷 然后煮到它翻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火给 就把那个炉也熄掉 OK 那熄掉到 只是两分钟大火 是 两分钟大火 好 然后呢就你趁着有那个热气嘛 所以你就这个这样 就熏自己的皮脂这样子 对 我现在在这样子闻 我都闻到那个薄荷的味道 好像很满顺通的那个感觉 就它被截表 就我们说截表 然后让你的那个呼吸道 比较顺畅一点 OK 也就是说 我现在在煮好了之后呢 然后如果是你有这个 感冒流鼻涕的症状 就很辛苦吧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面对这个锅子呢 就给它熏一熏 对 这样就可以缓解 我们这个非常辛苦的这个症状了 OK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一次锅又不能用了对吗 还是我可以再收起来 下次再煮还是 就一次锅 只可以用一次而已 那你要是下次的话 就再煮锅 那一般建议的就是一天里面 你可以重复大概两次左右 两次左右 因为蛋性里头这个薄荷叶 它那个挥发油 是 很快就挥发掉了 然后可能就功效就会减低了 是的 了解 OK 这是非常好的 那再来呢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适合一些 就是家里有那些老人家的 就是我们会制作一款 就是能够帮助你 舒缓关节疼痛 比如说膝关节 肘关节 或者是肩关节疼痛 OK 那它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姜切片 切比较大片一点 OK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 切成幼一点 好 然后我们需要到的就是搅拌机 对 OK 我们把这个姜切小片 然后我们的葱白也是 大概五六根左右这样子 OK 切小片一点 然后就放在我们的搅拌机里面 或者是 好 就让它倒到稍微烂一点 好 OK 然后我们再下锅去翻炒 要炒了 加热少许 好 这时候就搅拌 要搅得很烂吗 不需要太烂 就一点而已 OK 稍微搅一搅 不需要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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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只是这样子 是 然后可能有可能麻烦你包 来 我帮它来 就把它取出 对 很辣那个味道 OK 好 就把这个就是葱白跟姜 是 然后把它取出 其实分量也不需要很多 刚才我看到中手拿到很少而已 那其实呢 就是看你需要的那个关节的部位 大概有多少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不需要倒到非常烂的 大概大概这样子 对 差不多就可以了 是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下锅这样子 这下锅的目的呢 就是给它炒稍微热 把它那个味道出来 对 对吧 然后给它变热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布上面 OK 你可以看到差不多有冒烟了 是 OK 就其实不需要太 十分的太过热 好 因为我们也要避免就是灼伤 或者烫伤我们的皮肤 了解 就它稍微有冒烟我们就熄火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布 布上面 当然你可以使用飞气的手帕等等 这样子都OK的 其实它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 有时鱼青 还是什么 我们会敷那个热鸡蛋 对啊 看到吗 对 就给它温一温热一下而已 对 温一温而已 然后我们就把它包裹起来 包裹起来 是 然后呢 就在我们的 敷在我们的关节的 膝关节处啊 或者是肘啊 哪里啊 就是肩膀啊 这个就可以打到驱寒 是 其实很热耶 对 它非常的温柔 然后就可以这种关节 特别是你的老人家 他们那个膝盖 有没有 比较没有力度 又或者是可能有时候 我们在吹风的时候 是 你会觉得你的膝盖 或者是你的一些肘关节啊 都会比较寒凉的 对 就有风湿关节痛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对 没错 然后这样子呢 就给它敷着 那要敷多久啊 那就是 其实它就能够敷到你 感觉它就比较顺 比较舒缓了 这样子都OK 然后你其实你这个可以反复的 就比如说你放到 敷久了 它会变冷嘛 对 没错 你又可以再让它翻炒 又再给它翻炒 然后再加热 然后又再继续敷 对 这个很棒耶 你知道有很多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 透过一些泡热水啊 来这样子 可是也很快会变凉嘛 所以有这个姜 它就可以让它的这个热度 可以更持续 对 会久一点 好 非常棒的 这一个生活小妙招 可以教导我们 我们现在再来温习一下 整个制作过程吧 这一个人可以带大家 这一个人可以带大家 这一个人带大家 这一个人带大家 来这一个人带大家 来到这个地方 来看看 真的太棒了 再次感謝中所教導我們 這個可以對我們健康上 可以讓我們一些緩解症狀的 好比說這個膝關節疼痛啊 還有我們這個 虛弱我們的鼻子都非常的好 謝謝中所 謝謝 好 那明日主題呢 要和大家分享的課題呢 就是這個運動 竟會導致這個橫紋肌溶解 到底什麼是橫紋肌呢 那運動又為什麼 會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那明天記得留著 我們的活力加油站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大家發簡訊 進來 那待會呢 我們還有這個 Walshub的活力好購物 記得要留守了 因為我不知道 今天有什麼好看來 要介紹給大家了 好了 那我們明天節目呢 繼續跟大家會面 拜拜 接下來 兩下一個 ta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